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12月18日的港督新聞 我是潘文玉 眾所矚目的公投日登場 一大早來到了左營區新莊國小 可以看到許多民眾陸續前來 而高雄市長陳其邁也到此投票 他也特別的表示 本次公投對台灣的未來 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因此大力呼籲民眾踴躍投票 一早許多民眾陸續到了投開票所 來進行四大公投的投票 而上午的時間都是長輩居多 可以看到許多民眾 是帶著家中的小朋友 一同出來投下順順的一票 對 特別是小朋友過來參加投票 小孩子也參與這種民主投票的那種意義 有在關注然後也有想法這樣 就有答案才來投票的 對 要知道自己要投什麼 只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對 不要因為別人說了什麼 然後就改變自己的決定 希望年輕人都出來投票 能出來投就出來投 而隨著時間接近中午 可以看到許多年輕人陸續出現在投開票所 甚至有手頭族特別從台中返鄉 來參與人生第一次的投票體驗 台中回來的 第一次啊 還滿興奮的 高雄市長陳其邁在上午九點左右 出現在左營新莊國小的投票所 他在受訪時表示 今天高雄的天氣很好 因此呼籲民眾要踴躍出門投票 一同參與本次的四大公投落實台灣民主 今天高雄陽光普照氣候納頭 我相信投票率應該會比北部來得高 那當然還是要鼓勵所有的市民朋友 能夠踴躍投票 那因為這一個公民投票是對市不對人 那對我們未來的國際經貿 區域的均衡還有能源轉型 民主深化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無論如何要請大家能夠踴躍投票 而市長陳其邁也進一步提到 本次公投是對市不對人 對台灣未來的國際經貿區域均衡 能源轉型以及民主深化都相當的重要 因此希望民眾把握自身權力 善盡公民義務 記者李嘉隆 龐文玉高雄報導 為了協助高雄的青年探索職涯 高雄市府青年局舉辦了第二屆 大港青年自我挑戰賽活動 期待能夠讓年輕朋友 提早進入規劃職涯藍圖 同時也讓高雄的更多產業 找到合適人才 為了鼓勵高雄的青年朋友 提早投入職涯探索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舉辦了第二屆大港青年自我挑戰賽活動 希望透過體驗 讓青年朋友能夠了解產業發展趨勢 學習智能以及找到自我方向 開創職涯的更多可能 你進入職場在你畢業之前 可以對高雄的產業 我特別強調高雄的產業啦 所以來自外地的同學真的可以好好的 看看我們高雄有哪一些產業 有哪一些好的方向 有哪一些對自己有幫助的方向 而今年規劃了三大主題以及六大企業 要讓參與者發掘自我潛能 並且了解高雄的在地企業 在18日的活動現場 青年局也邀請了第一屆參賽獲獎人 分享過去的經驗談 在職場上耕耘很久的經驗者 會跟你分享說 那個行業究竟在做些什麼 因為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能做什麼我不能做什麼 所以我會對我未來想做的事情 投入更大的努力 我會在那邊左顧右盼 走馬看華 大一大二的時候 對於未來職業都非常迷茫 然後對什麼都有興趣 然後參加完這個活動之後 我幫我剔除掉了一些不可能的 等於說刪去了 然後還有幾個職業 對於我來說是更加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第一屆參賽獲獎的青年也提到 透過青年局舉辦這樣的活動 不只得到了許多難得的經驗 也在心靈上有大幅度的成長 青年局長張一禮對此也表示 未來將會持續鼓勵年輕人勇敢追夢 並提供他們更多協助 今天的這個發表的內容 其實我是第一次聽到 那我其實感到非常的欣慰 也覺得真的是有達到我們這樣子 活動的一個目的 所以呢這個活動我們會持續辦下去 那我們也會期待這個內容 可以更多元更豐富 讓我們的青年朋友呢 能夠有更多的機會 來認識高雄的產業 青年局致力於協助年輕朋友就業 以及職雅輔導 期待透過大港青年挑戰賽 讓年輕朋友提早進入規劃 職雅藍圖 同時也讓高雄更多產業 找到何時人才 記者李嘉隆 潘文玉高雄報導 左營建業新村光之眷活動 邁入第三年 今年加入了許多不同的元素 而在聖誕節當天呢 村民們還會舉辦互動遊戲 增加民眾白天來逛眷村的趣味性 來到敬業新村看到每家每戶都精心設計了聖誕灶景和燈飾 感覺很有過聖誕節的氣氛 更特別的是空地角落和圍牆上都掛滿目窗框 仔細看上面還寫有村民自創的詩詞 文青風十足 我們今年光之眷的主題呢 就是詩光仁染 就是用一首詩來佈置整個村子 然後將這首詩寫在寫在窗框上 因為窗框是我們眷村的一個古物 對 就很代表性的一個物品 為了增加白天來逛眷村的趣味性 聖誕節當天村民還推出許多互動的小遊戲 像是用橡皮筋在釘板上排出聖誕圖案 或是拍幕窗框上傳照片就可以即將換小禮物 釘板 然後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用橡皮筋 排出各個那個跟聖誕節有關係的那個圖像 比如說像聖誕樹啊 房子啊 雪花 星星 只要在我們村子裡面找到窗框 然後今天的欣賞 並且把他的照片留下來 就可以到我們落成五四之三去兌換聖誕小禮物 而晚上的漫遊時光活動中 村民還會舉辦熱鬧的草地音樂會 有樂團表演各式曲風和大家同樂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音樂能夠抚慰人心 所以事實上我們除了爵士谷的搖滾風之外 我們也有走一些比較爵士的風格的歌曲 然後其他自談自唱的部分 我們選的都是比較能夠療癒的 舒緩的 讓大家能夠在一個美好的夜晚得到心情上的紓解 左營建葉新村實施已住待戶計劃 村民除了入住之外也自行舉辦多場活動 邀請民眾走進眷村感受富有人情威的眷村新風貌 記者賴昌邦 高雄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週新聞回顧 高雄輕軌C17到C20路段進入市營運階段 而高雄市長陳其邁16日親自出席了市營運起航活動 更坐上了輕軌列車感受沿途風光 同時為了鼓勵市民朋友來搭乘 也宣布高雄輕軌即日起至111年的元月2日 全縣免費搭乘 要邀請市民朋友共同來體驗 高雄市長陳其邁坐上輕軌 體驗C17到C20站市營運路段 景定著窗外感受平穩的行駛過程 也目不轉睛欣賞沿途的夕陽美景 在全體市民的引頸期盼下 高雄輕軌C17到C20路段 終於進入市營運 同時師傅還加碼送出超大力多 我剛剛他們稿子給我看的時候 我以為我看錯了 那個決刑局長跟我講說是 到1月2號 全縣都是免費 對不對 我沒有講錯了 這個市長說不可以 各位說出來就收不來 沒有錯嘛 對不對 到1月2號前這個市營運的期間 歡迎所有的市民朋友大家共同來體驗 市營運期間全線免費 讓不論是觀光客或是市民朋友 都能夠輕鬆體驗高雄市輕軌建設的重大進展 隨著輕軌即將鋪設成圓 串聯了高雄市醫療消費的區域交通運輸 再結合綠園道景觀 完整展現高雄移居永續發展的城市理念 所以它未來不僅在扮演我們區域間的 從醫療 民生的消費 會長 百貨公司 到我們的觀光等等 結合更多的一個功能 讓我們的交通更方便 同時也連結所有我們市民的感情 輕軌新增的C18古山 C19馬卡道 以及C20台鐵美術館三站 市府委託藝術家以軌道為畫部 藉著簡單集合圖樣及色彩 讓地景藝術重塑軌道 在捷運尤其是在輕軌 在假日在春節也好 或者是在國慶也好 大概運量可以達到五萬一天 平均大概是一萬日常一到五 六日大概平均大概都是 週日大概是兩萬 未來在這裡增購了四台的輕軌列車 投入整個跨年的輸運行業 尖峰的時間會縮短到五分鐘 那時間也會延長到凌晨的兩點 通車後 手搬車及末搬車 維持目前六點半即十點 由端點站發車 尖峰時段搬距為十分鐘 市府也期許明年 以C23站通車為目標 讓輕軌找日成員 記者李政道高雄報導 沿城的城中城大樓 在經過大火清洗之後 由三個大公會鑑定為圍樓 16日上午 城中城在舉辦祈福儀式之後 進行拆除 日期在明年4月完工後 改建為公園 鳴笛響起 宣布成中城大樓拆除開始 兩個月前的一場惡火 帶走了46條人命 而遭到大火吞噬的建築物 經過三大公會鑑定為圍樓 在16日上午 由林青蓉副市長率領市府團隊 進行拆除 整個的鋼筋已經有所脆化 尤其是在當年民國70年 也就是所謂的911之前的這個建築物 而且它的垮距都很大 同時是整個的混凝土 都有相當相當的這個耐抗壓力的 這種大概降低到50%以下 所以立即判定是立刻的危險回樓 公園局長表示 整個拆除過程 將進行120個工作天 預計在明年4月底完工 拆除過程也會降低噪音與空污 減少對周邊住戶的影響 這個拆除的過程中 我們會將整個結構的安全 如何去顧好 整個外這個掉落物如何去防止它 粉塵如何去管制 尤其是照應的部分 我們如果去做這樣的方式 那怎麼樣敦青木林 我想我們在 拆除過程中 都有完善的這樣的計畫 這是一個所謂的 我們稱為是人命 跟環境的一個整合工程 副市長表示 城中城限地 預計建成公園 養工處也開始設計圖的徵件 在拆除完成後 就會進行公園復健 也期望在地紋史設計師 能夠參與 那麼其中呢 那都市計畫的變更的部分 採集一級一審 也已經是正式的公展公告在案 那麼同時 議定是在12月23號的 一天有兩個場次 我們會對居民 甚至對所謂的 有屋而無地者 都會通知到位 那麼詳細跟他們詳細報告 城中城拆除期間 臨近道路會進行部分管制 公務局呼籲用路人 期間要配合標誌通行 盡可能避開施工路段 並且提早改道 記者邱建勳 高雄報導 位在前鎮區的鎮東里長 蔡川氏 多年來都會和嘉義的布袋漁港合作 贈送烏魚給李明 儘管今年烏魚的價格大漲 但里長呢 還是自掏腰包 免費讓李明享用 一箱箱新鮮的烏魚堆滿齊樓 這裡不是升遷市場 而是鎮東里長蔡川氏的服務處 由於里長夫人來自嘉義布袋 為了幫助當時漁獲產銷 也順便回饋鄉親 里長便決定在產季時 贈送烏魚給李明 而這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因為我們太太是佈地的頂頂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參加的漁民 合作大家每年都會跟他們賣烏魚 來放送給這些李明 頂頂利的李明享用 已經連休二十多年 所以送烏魚就是常態性 你一定很用心 很熱心 很輕鬆 都送了這個李明 剛好在冬之前 就會送這個烏魚 來祝福這個李明 剩我們頂頂利明的福利 儘管今年烏魚價格大漲 但一千兩百條的烏魚 里長還是自掏腰包 免費讓李明享用 由領長負責通知發送 讓每一戶李明 都能品嘗到當季新鮮的烏魚 這也讓期待已久的李明 受到許都笑不龍嘴 今天很大心 有時候在烏魚 蒼頭 魚丸 在噴 替這個漁面 在產銷 我要吃烏魚 我很喜歡吃烏魚 我最喜歡的是煎烏魚 你日本每年會送 我們都有吃 我們都有拿到 我們如果沒有煎就煮湯 頭髮就煮湯 要一隻鮮子來放 這樣就好吃了 一年可以 要去做沙哥魚頭 可以做烏魚米粉 它的用途非常多 多重的享用 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享用烏魚 讓這些市民 可以說一年的辛苦 收到好的回饋 一千兩百條的烏魚 往年只要十多萬 今年包括運輸費 以及包裝材料等等 立場得掏出 三十萬元才能買到 立場大手筆 黎明也感恩直呼 住在鎮東裡 真的好口福 記者張世民高雙報導 左營高中的舞蹈班 今年的年度舞展 將推出風格 包含芭蕾舞 現代舞和中國舞蹈 除了要展現學生們 優異的學習成果之外 也顯現了舞蹈 多元豐富的題材 來 舞蹈教室裡 老師正指導二年級的學生 練習Miss Press 這是舞蹈 由於舞蹈樂曲的節奏變換 相當快速 學生必須精準掌握 音樂和肢體的動作 相當不容易 魂厚的音樂的堆疊裡 它有一些厚度的群舞來支撐 但是它也有很多細緻的音符 跟細膩的旋律 它用了很多細緻的芭蕾舞的一些巧思 的動作來完成它 所以其實這支舞的好看點 它是耐人尋味 會越看越好看 要挑戰自己的極限 所以就是很常在跳的時候 因為很多動作 我都是比較不擅長 所以用那麼多個連在一起之後 我就會做得更困難 如果就是有一次 有的時候會把它全部做得很好 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雖然只是二年級的學生 不過在老師用心的指導 和不斷練習 還有之前前往台東和台中的巡迴演出 學生早已經身經百戰 準備12月17、18兩天 在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最中場的演出 就是面對觀眾 已經不會這麼的害怕 對 就是已經比較可以 在台上享受跳舞的過程 我們班會吉祥說 要享受一種什麼口味 就是朝那個方向去想 然後我們就是全班一起營造出的口味 像是有一次是蜂蜜 就全班女生一起想出 就想呈現蜂蜜的感覺 在高雄場的演出中 將由三年級和二年級的學生 分別演出九出舞碼 風格包括芭蕾舞 現代舞和中國舞蹈 有藝人讀舞 也有純男生的舞碼 展現學生優異的學習成果 和舞蹈多元豐富的題材 那他以前的勇者都是 稍微年紀再長一點的勇者 不同歷練的勇者 那這一次呢 請他後來編排給小學弟們跳 就是比較年輕版的勇者 對 所以其實每年 左營高中的舞展在全南這一塊 也是一個特色之一 然後加上過程中 又有很多是需要 相互加油跟鼓勵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是會男生一起 然後一起加油打拼 然後一起衝上去的感覺 左營高中舞蹈班 已經有36屆畢業生 每年都會利用年度舞展機會 到各地演出 高校熱舞社聯合迎新活動 陳其邁不僅向年輕學子 來學習跳舞 同時也鼓勵學生們 視性發展 而現場的學生也展現了熱情 來歡迎市長的到來 市長 第一年中正高中來當我們的老師 好 可以喔 可以喔 那我們先挑好幹部 市長是社長對不對 總計二十組的學生熱舞社團 參與活動 學子們輪番背頭尬舞 展現了無敵青春活力 而市長陳其邁也穿著 牛仔褲席地而坐 學生們更是現場教導 市長各種舞姿 陳其邁現學現賣幾組 高難度的動作 贏得了熱烈掌聲 高中市政府表示 熊校聯社團養成實驗室 成立之後 幫助青年學子找到發光發熱的舞台 而市府也將持續鼓勵青年社團活動 共同來書寫 屬於高雄青年的青春記憶 以及城市認同 記者李家王 龐文玉高雄報導 高雄時面埋伏單車遊活動好評不斷 而觀光局將在12月19日 在林園舉辦年度最終場 報名參加有機會抽中iPhone 13手機 配合動字卷 還有優惠折扣 高雄單車遊城 觀光局將在12月19日 在林園區辦理年度最終場 報名參加就有機會抽中iPhone 13手機 配合動字卷還有優惠折扣 今年我們辦了許多單車的 遊高雄的活動 包括哈馬興場 亞灣場 鳳山場 左銀場 而在12月19號我們將推出林園場 那其實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們 尤其是鐵粉們 只要之前參加過前面四場中的任山場 林園場我們就可以免費參加 那同時我們也抽大獎iPhone 13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們 都可以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 林園單車旅遊路線以海洋為主題 午後時刻騎乘在海洋私地公園 中雲漁港 上尾海堤 穿梭在漁村巷弄 聽在地紅樹林保育學會的導覽員 解說林園海洋文化 那我們通過這個活動呢 也會結合周邊的美食 建物 還有一些景點 帶大家一起唱圓林園 特色的地方 包括最近最夯的水母 現在是道立水母的繁殖季節 那歡迎民眾們 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 透過我們的遊城 帶領親自走訪林園的每一個地方 觀光局表示 這次活動特別推出林園遊林園活動 回饋石面埋伏單車遊的始終粉絲 只要參加過哈馬星場 左銀場 雅灣場 鳳山場 任山場的朋友 這次就可以免費參加 記者李政道高雄報導 你還在為聖誕節的交換禮物 感到煩惱嗎 為在小港區的多肉植物園 推出了一系列的療癒植栽 成為了送禮的最佳新選擇 接下來要透過畫面來帶您看 應景的聖誕盆栽映入眼簾 聖誕老公公的盆器 再加上多肉植物搭配可愛的小玩偶 聖誕節的送禮選項又多了一個 今年我們推出的是一些 像這種聖誕節的 節慶的 那上面呢也加了一些 可愛的聖誕的一些相關的小公仔 那包含我們也有全台的這個寄送的服務 所以其實我們大家想要 不一樣的這種療癒植栽 只要你跟我說 你想要種植在室內 室外 或者是你的環境需求 我都可以依照科屬 相關幫你們設計出來 溫室裡重買花花草草 眼前的這間園藝店可不一般 不同於父親的經營模式 張馨堯退伍之後 與女友洗手創業 在小剛打造一間多肉植物園 熱情的服務與別出新材的設計 讓客人都變成了好朋友 我覺得老闆跟老闆娘 人都蠻親切的 然後他們的服務態度也很好 你的植物啊 如果生病了還是怎麼樣 就是都可以帶過來這樣子 然後就是 詢問一下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怎麼照顧 然後要怎麼做 就是治療 當兵退伍之後 就決定跟我女友一起 兩人來創業 直接做一個整個的區隔 所以我們呢 區隔性是這樣的 我們做這個後續的 植物上的設計 所以我們選擇了 多肉植物的療癒設計 因此呢 後續啊 帶入這些元素之後 讓大家可以從傳統的植物 並且呢 也加上這一些 可愛的多肉植物療癒呢 所以就變成比較多元 一盆又一盆療癒的多肉植物 擺設在店內 雖然年輕 但老闆與老闆娘 對於植物的認識 可是非常專業 客人來購買時 不但會細心的交代照顧的方式 收後的服務也相當完善 多肉植物其實有分季節性的特色 那包含就是說 它有分成三大類型 那原則上就是 東形種 夏形種 還有春秋這個形種 那每個季節的分成的不太一樣 因此它照顧的方式 其實也有略選 略微不同 那我們這邊 如果大家來我們這邊啊 親自挑多肉 我們可以親自幫你組合 那也會依照季節性的不同 做一點不一樣的變化 並且會教你 怎麼樣的去照顧這些多肉植物 在假日時 也會有許多家長 帶著小朋友 來體驗DIY療癒植栽 老闆耐心的教導 讓大人小孩都玩得很開心 最後也能把親手做的植栽 帶回家 留下一個美好的紀念 記者林嘉義高雄報導 接下來提供給您最新的生活訊息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獨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潘文玉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下次見 好 wh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不是外国,这在台湾 既然不能出国,为何不带家人国内走走 这是福寿山农场,这是台湾 既然不能出国,为何不带家人国内走走 这是北恒80,这是台湾 这不是外国,这在台湾 既然不能出国,为何不带家人国内走走 这是和平岛 这是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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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